它有雞肉跟雞腿 它是臉的雞腿 好好吃喔 雞的醬油膏味 好爽 各位朋友趕快來吃 外酥內軟 許許許許許許超大的 許許要衝破涼水墊了耶 又有水然後又有甜 然後又有炸的那個炸味 可是又不是整隻都充滿那個油 然後那個胡椒香 又可以再提起那個香味一點 那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就是2020年 你看過我們頻道裡面 你最最最最喜歡 或者是最有印象 今天神農室來到了永和 永和大家許願超久 超多人說什麼時候要來永和 什麼時候要來樂華夜市 今天一起吃起來 天氣狀況有點差 一直下雨 今天吃了什麼 你們等一下看就知道 先讓我蹲下去一下 讓我們感謝今天的財神涼杯自說 因為涼杯自說 我們才能抱吃永和 讓我們有個愉快 抱住褲頭破掉的夜晚 平時就要記得多喝水 多喝水有益身體健康 同時也有益皮膚漂亮 讓我們謝謝涼杯自說 現在在我們的第一站叫做竹林雞肉 然後這家是我那時候在收集永和的時候就一堆一堆一堆人推薦 圓圓走過來我就看外面排了一堆人 真的是人上人人海 我不是很高興耶 你ABC告嘎弟都在 我本身就非常愛吃雞肉 然後他就是一家雞肉專賣 當我來的時候他們已經點好我快要嚇死了 這一碗是什麼意思 交魂 真的看到我就有點快要 竹林拉拌麵 我現在來拉他 點了雞湯是紹興雞湯 平常比較少喝到的 對 今天的那個位置是老闆安排的 不是你進來就直接坐下 很好吃嗎 他的麵是有點硬度在的 我覺得很讚 然後有點醋溜酸酸的感覺 它看起來是有嚼勁的 我覺得你會嗨死耶 好吃耶 對不對我就說你會愛 這個也是有點兩面的那個路線 然後他有點酸的醋 本來是不太喜歡 但是這款還真的很好吃 這個是雞腿一份大雞腿 它有雞肉跟雞腿 我們是點雞腿 好好吃喔 這個醬油高麵 好讚 阿嬤家會有醬油高口味 這要怎麼開始啊 它這個超大碗 我覺得是直插 它有一團高麗菜 它還有一些雞凍喔 好讚喔 那份量有點大 這一間妹妹有點大份 對我們很興奮 但還是有點大 這樣不加蛋都很好吃耶 我覺得它讚的地方是 它那個醬油不會讓我討厭 因為是古早味的那個 甘甜醬油 所以非常好吃 我剛剛吃了這個 嗯 超級好吃 它真的超嫩 這一碗真的是營養均衡 有肉有蛋然後有飯 讚 喔 中道 沒再給你什麼 我小家一下 造星喔 不是不是那種雞兩滴 而且裡面還有一個雞腿 融在裡面 真好耶 很適合中間 融但不嗆耶 這有雞雞雞腿 還有一堆肉 這個湯好好喝喔好喝死 我的組員們很懂我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愛吃雞屁的女人 然後他們居然幫我準備了 喝五塊錢 但你知道我們這邊幫你給十顆嗎 八顆 四顆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它那麼巨量 因為它切半啊 所以它是一個巨貨 如果今天沈傑宇是一隻雞的話 他就是這個 這就是 對對對 就是可以切到剛才這麼大顆 竹林雞肉非常適合 在發育中的小朋友去吃 現場非常多高中生在排隊 我們現在買了菜季豆乳 去買之前我本來以為是純豆乳雞 但是呢它卻賣了非常多元的東西 米豆乳雞 然後又想要吃別的種類的人 我覺得你可以來這邊 花生小湯圓 那個超興奮 因為我剛剛沒有一起去 然後我看到這個真的是興奮 我覺得很好吃 它沒有那個臭油好味 豆乳雞沒有豆乳的味道 豆乳雞是用豆乳乳醃過的雞香水炸 它味道不會那麼重 我剛吃了一塊明鮮 各位朋友趕快來吃 外酥內軟 我覺得切太飽了 外面的那個硬度比較像是鍋巴 因為我喜歡 鹹酥雞店的炸湯圓 其實都差不多這個味道 我還是最喜歡喜宴上吃到的炸湯圓 館子上的 過一個肝癮啦 就是你也不能常上館 我沒有我沒有奢望它要多好吃 還是你徵集網友 台北市最好吃的鹹酥雞攤的炸湯圓 可以我們可以做一集這個 誰要看 蜜都不行 旁邊有一個人一直在觸電狀況 這炸皮蛋真好吃耶 因為有些炸皮蛋會炸得太老 菜季豆乳雞 我覺得它的豆乳雞味道可以再重一點 但整間店選擇很多 我還蠻喜歡的 你知道顯得是太多舌胎會開始變厚 所以我們就跑來喝涼水 這間店真的叫做涼水 所以是小氣鬼喝涼水的涼水 對 點了他們的招牌就叫做涼水 很多人叫我要來喝這家 僅持一家絕無分店 絕無分店 悲傷 問了老闆說另一個比較推薦的是什麼 然後他說是鮮草蜜 但是我們就是點了香瓶奇異果冰磚 白目 對 我們就用了我們這次合作的涼杯制索 然後來裝飲料 這個呢是他們的850ml的杯子 阿安手上拿的這個是比較小一點是710的 710的這個呢它裡面有雙層塗料 所以就可以裝一些酸的 上面那個杯蓋也可以換 所以就可以裝大吸管 然後我這個是一般所附的那個小吸管 你沒有跟大家講涼水也沒有什麼 他忘了 你喝的是涼水你講 他也不知道耶 蘆薈桂花蜜 檸檬蘆薈跟綠茶 然後桂花蜜 這四樣東西組成的涼水 這杯好好喝喔 我喝那個香瓶奇異果冰鑽 好好喝我現在喝的好爽喔 我也想喝喝看 喝得到果汁感的東西 然後又有一些碎冰我覺得很讚 我們這種愛迷碎冰的人 徐先生也沒有金針超大的 徐要衝破涼水墊了耶 我對果汁很嚴格的人喔 蘆薈也好好吃喔 桂花蜜好香喔 會喝到那個綠茶的茶香 然後又不會色 又有桂花香 然後又酸酸的帶點檸檬 可是那個蘆薈很飽滿很多汁 就是很有口感 香瓶奇果冰狀我喜歡耶 渣渣跟那個碎冰 合在一起我覺得蠻好的 你們身邊有沒有一些漂亮的女生 但是流汗還是會身體有一種香香的味道 你們有嗎 我的初戀就是這樣 這杯就是你的初戀 涼水 我們這一集裡面喝到的飲料 都非常的好喝 麻煩大家去永和 一定要喝 我們現在來到這一家 永和文化露的阿婆米粉湯 我們還要最後兩碗米粉湯 超讚 我覺得你們現在看起來很像 鬼粉燈 觀眾稍微介紹 因為這裡就是 真的是一條巷子 然後沒什麼路燈 只有一盞燈 兩盞 我連本人看都覺得很像鬼 喝完涼水 戰力回歸 我們又可以再繼續吃鹹的 先吃小菜因為我就是 妳不是該先吃米粉湯嗎 我是小菜派的 主角是米粉湯耶 我還喝茶 太不尊重主角了吧 大腸超讚的 大腸超好吃 老實說 米粉湯不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米粉湯 就是一個乾淨清爽的路線 但是味道好像有點不夠 味道有點太輕了 但是它的小菜超好吃 我懷疑就是妳的弟弟妹妹粉絲 有敢吃豬肺嗎 因為就是豬肺是 我周邊一些熱愛內臟的內臟俱樂部的人 都不一定敢吃的食物 豬肺跟豬牙銀算是黑白切的豬的最後的兩關 牙銀很像一個手風景 豬皮有兩派 因為有一派是會有點軟掉了的那一種 那種我也很愛就滷味滷到比較偏軟 這種Q的我也喜歡 有一種是只有硬的 對那種硬的然後躺在冰箱裡 你會覺得很久沒有人點它了的那一種 那種不行 硬的東西 可能是屌 對 文化露阿婆米粉湯 米粉湯有點太淡了 想要自己再加點鹽吧 妳要不要講一下為什麼妳又出現在這裡啊 吃米粉湯之後又覺得很懷念老闆 這邊飲料那種酸酸甜甜的滋味 板橋王先生剛下班後加入了 我們就覺得這家飲料店要推她來喝 因為她是愛喝手搖飲的人 老闆說葡萄柚是他們的招牌 現在我們請雷神團的美女會獎來試試看 好不好喝不好喝 我們這家就不會介紹了 讚吧 結果葡萄柚味很重我很喜歡 好請王先生喝喝看葡萄柚金鑽 攪好久喔 王先生對於咀嚼這件事情很用心 因為他算是我們團員裡面最喜歡咀嚼的人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用吞的 是我們團體的IU嘛 Surprise 葡萄柚很濃 這裡面有蘆蕙吧 蘆蕙跟阿姨都有 好忙喔 脆的是蘆蕙 這個會 你知道你就是會放在電腦桌前 然後就看劇然後一直吸 有夠我在米柳橙製品 很好喝 柳橙很香然後配綠茶很搭 我們現在有請鍋燒意麵王者 板橋王先生 因為你最懂鍋燒 我們從各個形態來評價這一碗鍋燒意麵 麵條部分就是外形長的 就是自己出去煮的已經有一點要軟掉 南部鍋燒意麵 它其實只是起鍋之後就直接放下去 所以它來的時候意麵會有一點 看起來還沒熟沒熟 這個已經有一點就是要變熟 但是湯的那個混濁度是合理的 對那湯是合理的 那料呢? 料就是鍋燒意麵的 因為帶一點鬆 這是我第一次吃到這個口感 但我說一下它的醬還蠻好吃的 它的醬蠻好吃的 但路邊小店吃到這個會覺得還蠻不錯的 麵有比想像中的不那麼爛 台北鍋燒意麵最大的問題就是 非常多點都會泡很爛 泡很爛是不是就變成雞絲麵 是不是就變成雞絲麵 變成雞絲麵 天使雞絲麵 那東西怎麼 你是沒被熱湯剝過 它的海鮮粥就是台南的本坑 然後還蠻好吃的 就是生病的時候很想吃 我覺得它的料很多 他們家小朋友突然從旁邊伸出援手 因為突然把它迷得神魂顛倒 他就拿出了沙茶醬給我們 然後我們現在加了 王先生 say something 等我一下 你給它 它咀嚼需要時間 喔它的沙茶醬是 是什麼是什麼 還在咀嚼 咀嚼咀嚼 各位朋友再給我們五分鐘 本團IU還在咀嚼 還要插嘴 湯會跟剛剛長的完全不一樣 因為它會變成湯的主角 它吃起來的味道非常舒服 之後很像我媽煮出來 就它沒有過多的調味 就是很像是家常的味道 奉勸大家不要在台北找台南的鍋燒麵 永和信義鍋燒麵 如果你住附近沒有吃過 可以去嘗試看看 從頂西站走過來 那我們現在買了天使雞排 我在訊息裡面有收到人說 一定要吃樂華的天使雞排 它真的還蠻厚的 就是前面這一段的部分 這個厚度是 的確有比一般的雞排再厚一點 雞排是脆皮雞排路線 不是我們最愛的那種傳統一粒一粒的那一種 發現這是乾粉跟濕粉的差別 這個好像是濕粉喔 我們喜歡的是乾粉 真的很厚耶 有汁的 然後它也是鮮甜的 可是那個甜 是糖的甜 有一個醃漬的味道 雖然之後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舌頭有點小小負擔 但是肉真的很厚 皮膚有個腥味啊 我覺得它是那個甜味 不是自然的甜味 所以我沒有到特別喜歡 太甜了 好像是嘴巴很像在吃糖 不難吃啦 嘴巴會一直分泌口水 我喜歡吃辣的 我現在在建立我的人設 我的人設就是一個 不會評價食物的人 但我覺得它的肉真的有點太甜 對不對 它的口味可能比較偏 孩子氣一點 它不是我會再回訪的 吃完之後我現在 很想喝檸檬汁 因為我們已經30歲 對 我們只是外表長得像20幾歲 謝謝 天使雞排 我只能說 我不喜歡脆皮雞排 現在來到樂華夜市 比較末端的一家鍋季 麻辣臭豆腐 其實我們今天有準備了 非常多點要吃 但是下雨天 我連地瓜球都吃不到 我很奶過 隨遇而安 我們就是有什麼吃什麼 四神湯 欸 菠花酥 菠花酥怎麼樣 剛剛其實真的沒有抱什麼期待 藥味比較濃郁一點的 但是湯又是輕柔的 也有點酒味 對 現在這個天喝到會有點覺得 欸 不錯喔 不錯喔 給我吃那一瓶 大家喜歡這種停電風感的 排射方是嗎 我真的很喜歡 這個油飯 我滿喜歡它上面給我 辣泡菜 不錯吃耶 我比較喜歡零喝飯 欸 你不能這樣比啦 你懶交的比雞腿 你要懶交還是給雞腿 懶交的比雞腿 看情況喔 如果我當下真的肚子很餓 我覺得油飯不錯啦 我現在吃第二口 我覺得滿好吃的耶 所以它是一個第二口油飯 對 就像人跟人相處 要你第一印象可能不太好 我們再給它一次機會就會更好 阿姨 很想要再加一碗食井根 謝謝 很像喜宴上面會吃到的根 你說魚翅根嗎 最累的 它的麻辣鴨血 臭豆腐有點真奧 它頭太忙了 它的辣度很夠 所以基本上它的主角是辣 吃進去會非常的辣 然後你要很認真地咬一咬 才會發現 有好多朋友跑出來了 你們是誰 如果你們有人在謎 喜宴跟喜宴油飯來這裡 你花兩樣的錢 就可以上去參加喜宴 你還不用包紅包 我覺得差不多要燈光秀了 對 有沒有 按掉會有人關這個出來 對 或者是新郎新郎的換燈片 鍋寂麻辣鴨血 出乎我意料它還蠻好吃的 如果你喜歡喜宴菜 不要錯過 我們現在來到阿爸的育園 這家呢 其實我大概在五年前我跟子凡來過 然後我自己一個人獨享了一碗冰 因為他就是一個吃完鹹的 他是吃不下甜的的男人 他是這片冰 因為他本身冰就有帶甜味 然後他吃進去一咬 他就會立刻崩塌鬆開的那一種 他的芋圓超好吃的耶 他的芋圓是裡面吃得到芋的那一種 然後子凡還點了一個 酒釀芝麻湯圓 然後因為酒釀是 基本上我本身是絕對不吃酒釀 在場只有我一個人吃 可能我吃不懂酒釀 酒釀我吃會偶吐冰 你也是有酒釀臉耶 但是那個冰啊 同學還好吧 那你鹹肉這樣趕嗎 趕啊 我不太敢 你是鹹肉這樣臉耶 鹹肉這樣我超 大家都不知道你是什麼臉 因為沒有人看過你的臉 你一般的 大家自己去拼湊 我們陸續會講出他會有什麼臉 你們自己去拼湊 在明年的年底舉辦一個 秋比特化珠竹的畫像大展 好爽喔 給一段時間然後我們會 一直在節目中釋出 珠竹是什麼臉什麼臉什麼臉 然後請你們去拼湊出珠竹的長相 有些釀的比較口味比較重一點的 會有一點點酸 那我不是很喜歡過酸的 然後它是比較甜的 你沒喝過你現在就是本頻道 你就要嘗試喝酒釀啊 你都幾萬的訂閱的人了 幾萬 飛飛魚酒釀秀 飛飛魚酒釀秀 這甜甜的啊 嗯 綿綿的很像麥片的東西 唯一的問題就是在 當你把那個湯匙 放到你的敵槍房旁邊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覺得 好像你壞掉了 我跟酒釀說對不起 其實蠻好吃的 而且就像徐帆講的 它是偏甜的 這不是有人可以酒釀湯圓加蛋 對啊 每一家酒釀都可以加蛋啊 幾乎 我們不能接受 但是甜食 但是呈現一種根狀 對啊 沒有甜蛋花吧 就酒釀湯啊 對就是只有它 所以我不能接受啊 阿爸的育圓 就是蠻好吃的 去樂華夜市不要錯過 除非你已經飽到要吐了 現在11點10分了 有史以來最晚的一次 因為其實老實說我們剛才已經快收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好我們都要收了 對我們已經收了 然後我們的心也都卸下來 就想說 欸走這條小巷子去車站 就一轉彎發現了一家大概排了6個人的香雞排 就決定去排 對因為它排很多人 本來只是打算要買香雞排 結果屯就看到了薯條 就說它要薯條 然後我們剛剛又在加點了玉米 所以我們現在這一袋裡面有 雞排玉米與薯條 今天上班是上到7點 今天凱來這邊吃到11點半 好想吃 看這隻會不會讓它醒來 嗯 它肉的質地比較偏向類雞胸 趕粉裹得很好 玉米一份是兩隻喔 嗯 玉米怎麼樣 玉米很好吃 它的薯條有些地方比較軟 但是它有一些地方好脆 很好吃喔 我剛剛沒有要講別的就是 玉米就是很好吃 你現在是母豬吃玉米欸 對啊 又水然後又甜 然後又有炸的那個炸味 可是又不是整隻都充滿那個油 然後那個胡椒香 又可以再提起那個香味一點 嘴巴又麻麻的 因為我們有加辣 它很會撒那個粉 這個小辣 它粉上會遇到粉上 好險有遇到它 轉角遇到愛 台灣第一香香雞排 它一週休三天 大家要注意一下時間 一定要記得點它的玉米 等一下後面有更精彩的 大家要繼續看下去 兩杯子 所以他們家的杯子就是有兩種 一種是710的 一種是850 850裡面就是100 710的不鏽鋼塗層 710的話裡面還有多了一層塗層 它可以耐酸跟耐減 我是一個非常喜歡吸管背的人 因為我不是一個 喜歡把水杯舉很高的人 可能是因為我粉爛吧 就放在我的電腦前上這樣 把我的膝蓋上成一個桌子 邊界片 你是喜歡吸珍珠的人 可以加購他們的封口蓋 它適用於兩款杯型 換成這個杯蓋之後 你就可以放出吸管 他們家保溫真的很飽 早上如果泡熱到下午 它都還是很燙 你覺得710的紅色太恰呀 然後你想跟我一樣的話 你可以買710的紅色 不算是一個很飄忽不定 喜心厭舊的女人 但這款杯子真的是 我自從有人喝之後 真的是沒在亂買杯子 購物的時候只要輸入 FH1N50生物食 就可以幫你生物食 這一集應該是我們就是2021年的第一集 然後新年快樂 我希望所有的成員就是回想 2020年拍的所有的集數 然後挑出一集 他覺得印象最深刻 北投那一集 我為什麼會選這一集呢 因為那一天非常非常的熱 然後還下著小雨 那一集是我跟屯 拍到兩個人真的要抓狂 我一直很怕夏天的他 因為夏天的他 跟夏天的我很容易起爭執 永遠記得就是我們在吃 北投A仔滷肉飯的時候 我好像不知道什麼東西 沒有靠我近一點 還是我不知道哪裡又沒弄好 然後就真的快要抓狂 我那天回家之後 眼睛還大過敏 腫起來然後還跟徐子凡吵架 結束之後差點分手 對 下一集拍外景 就找了 劉小姐佳麗 下一集就是我了嗎 對 因為我們就覺得我們三個已經拍到覺得 無話可說了 我要幫自己打call 請大家去看 滾煮薄皮辣椒雞 我覺得我那一集還算漂亮 但是我會更漂亮 最後2021年會每兩個禮拜 上一集我的專長 真的假的 那一集我真的覺得我也是做得很好耶 我滾味煮 我 我 我滾味煮 我我我我我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景美那一集 幾乎是我從小吃到大的口袋清單 大家的那個 好像吃過以後都 評價都很好 對對對就覺得 自己的品味被認可 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個 沈裡有一個Vlog 是我們去露營 跟小豬羊他們一家的 全部的那一集 對 因為我覺得那一集很好看 但是他卻是個票房 不要 他票房非常非常的差 新加入的那個丘比特 這支你可能沒有看過的話 就是蠻推薦大家去看一下那支影片 我只能說 李安拍完物武藏之後也拍過綠巨人好客 所以就是說 沒有 大家在過年耶 出品印象最深刻的是 麥當勞的野配男子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就是 我自己在對這個腳本 就是非常的沒信心 覺得就是從頭到尾都在講麥當勞點餐 非常的無聊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 也不 等一下我給大家看 可是腳本你想的 你怎麼會沒信心呢 我就是覺得 就是因為它是純業配 我只能跟你們說 影片上的我們 就是沒有那麼好笑 我們本人更讚 所以那一支好笑 如果你覺得有十分 我們本人的好笑就是 十點二 明天就要上班 你們在睡前如果覺得有點寂寞難耐 又多想看一集我們的話 你們就可以挑我們選的這些片去看 那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就是2020年 你看過我們頻道裡面 你最最最最喜歡 或者是最有印象 或者是覺得我最美 屯最美 安最美 哪一支你們覺得最讚最有印象 你們就是留言在下面 那也希望2021年 我們可以帶來更多更讚的影片給大家 所以今天的財神 涼杯至所 讓我們吃爆永和 還有身體健康 皮膚漂亮 一解相仇 新娘你在你自己的婚宴上 沒有機會喝到你 對 悲傷嗎 然後我肚子餓嗎 我參加完飢餓三十 很餓耶 但他真的帥 你就吃不到囉 你多帥 你受過就是玉哲宴 再忍半小時 1